柯文哲雖然國民黨跟中國太好會被控制 但過去最討厭被抹紅的柯文哲,難道說出一家親也是被控制的嗎? 柯文哲現在是不是要選民進黨那套抹紅? 那現在如果這樣抹紅,國民黨是要直接保送民進黨嗎? 我覺得柯文哲這樣抹紅也沒用,因為你怎麼抹紅呢? 侯友宜嘉義的豬肉商之子,一輩子你看他,你怎麼抹紅他呢? 他是第一個到大陸去為了千島湖事件,訂定兩岸共打協議的人 他都站在台灣的立場,站在台灣的利益啊 那我個人也是,我從來不跟大陸的官方聯絡的 我去大陸最多只是旅遊,基本上也不太願意接受他們的招待 我要自己花自己的錢,那怎麼抹紅我們我不懂啊 你比如說以香港來講,我就一直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啊 對不對,我聲援黎智英啊 那民進黨有做這個事嗎?賴晉德有做嗎?柯文哲有做嗎? 請柯文哲把我講的,跟老共講說你的戰機不要越過我們的海峽中線 你的戰艦不要圍繞台灣 你的山中艦、遼寧艦不要跑到我們的東部去 然後你在香港,應該善待香港 應該善待黎智英,請柯文哲照講一遍 台智元有問你說兩岸問題複雜 那你有回答說,中國有問你說你接受一個中國嗎? 那你回答說這世界上不會有人覺得會有兩個中國 但這句話可不可以主要幫我們講清楚一點 這樣意思是說你有承認是一個中國嗎? 還是說你認為說現在兩岸的問題複雜? 那很多事情就是,就是說他回答的算就好 所以這一題的回答是這樣 就是目前世界上主流意見,不認為世界上有兩個中國 巨號,巨號的意思就這樣,沒有了 這也是一中一台還是? 不是啦,這個都沒有講 當前世界主流意見,不認為世界上有兩個中國 好,巨號 國主席,昨天賴晶澤說啊,之前的議題問你不敢回答 兩岸一家親的副長是誰?他又是在打這個看中寶來嗎? 我就問他嘛,兩岸一家人的副長是誰?兄弟之邦誰是兄誰是弟? 兩岸一家親沒有同一個副長,他搞清楚 那主席,你怎麼看昨天? 我跟你講,我拿這些賣芒果乾的 他要不要先回答我的問題 你如何務實的推動台獨? 還有對啦,那個AIT有沒有打電話給你? 你講那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 現在講那個兩岸互不立即就台獨 我猜啦,蔡英文總統已經氣了,我不想跟他講話了 我覺得賴副總統可能不小心講出他心裡的真心話 那另外昨天我看到副總統辯論 那民進黨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都不認同中華民國 如果不認同中華民國或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憲法 怎麼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副總統 領中華民國國民的納稅錢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看出來一個人如果不誠實 也不愛護自己國家 可是卻想要利用中華民國來當選總統、副總統 但是當選以後卻毀線、毀國的話 那我覺得人民會看在眼裡面 那也因此這次的總統、副總統辯論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並不認同中華民國 也不認同中華民國憲法 那也因此可是他們卻要來競選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卻要領中華民國國民的納稅錢 那我覺得這對中華民國對於台灣的人民來講是不公平的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那大家繼續努力 那我們來繼續拍了 謝謝 謝謝 昨天關於賴清德的發言 我有指出他那一段 把中華民國當作兩岸的復國神山 到底要促進和平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當場就跟他講說 你們的名嘴 大概今天晚上都要很忙 要忙著替你怎麼拗這一句話 結果他出來在辯論會後的記者會 他說他是口誤 他是要講中華民國憲法 這下更糟糕了 這個叫爬出一個坑 再掉進另外一個坑 你想想看,我再念一遍給你聽 把中華民國憲法當作兩岸的復國神山 到底要促進和平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你覺得跟前一句有差嗎 這個就表示什麼你知道 他說他澄清口誤 好吧,那我們也給你時間解釋了,你變成這樣 然後在同一場辯論,他又講了另一句話 兩岸互不隸俗就是台獨 我猜啦齁 昨天蔡英文總統應該起到快要吃潘拉豆 因為這個很難拗 我相信 他應該已經接到AIT的電話 這個要講什麼你知道 我問他那個題目 你說你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然後在美國政府已經明白表示不支持台獨的狀態下 你如何務實的推動台獨 我這個題目 在過去兩個月章當中 至少問他 我想十次應該有 不同的場合 這種重要的題目你怎麼會沒有準備 這個實在是太大意了 這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就是說當國家面對這種重大問題的時候 你又有那麼多幕僚 怎麼會沒有準備 而且這個已經人家這個是必考題 就好像老師都已經宣布 明天 明天期末考要考的題目是什麼 而且兩個月前就跟你講你竟然不準備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輕忽了 對國家重要議題 應該要做好準備 中華民國是單納賴清德這樣講你怎麼看 我們要先離開了 這個是失言 明顯的失言 退休警官啊 複路就是到這個 複路反來之後被約談啊 這是 是不是 促進說為什麼在群組傳說兩岸要和平的訊息文字 那現在看起來呢 是難道不要兩岸和平嗎 會覺得說民進黨一直在操作這個 抗中的這個 部分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 抗中反中 如果你不抗中不反中 他就說你親中 其實 抗中反中跟親中中間 還有很多的選擇 不是非黑即白 那和平有什麼不對呢 兩岸之間的和平 大家共同 祈求的一個目標嘛 那民進黨不是也常常講說他們是希望和平嗎 但實際上那人家要和平 你又說這是 這是統戰 這是什麼 戒選等等 所以民進黨的政策基本上是矛盾的 賴清德之前說他願意去跟習近平吃飯 但看到這個台北這個40幾位這個領長 只是去大陸旅遊 回來就被這個警調約談 難道這個民進黨其實是要禁止跟大陸交流 我覺得我們40幾個里長 這樣被約談是造成寒蟬效益 那現在他們都動輒得救 擔心啦 他們擔心動輒得救 我覺得我們要相信我們的里長嘛 我一直覺得我們要對我們的民主制度有信心 我覺得民進黨太沒有信心了 這些里長去吃個一頓飯 兩頓飯 被人家接觸一下就會變嗎 就會被統戰嗎 真的那麼容易嗎 我們對我們的民主政治 對我們的里長這麼沒有信心嗎 那我就想到 民進黨很多人都去過大陸啊 陳水扁也去過啊 呂秀琳也去過啊 賴清德也去過啊 陳菊也去過啊 蔡英文也去過啊 蕭美琴也去過啊 都去過啊 我不相信 謝長廷也去過啊 他們去大陸 大陸都沒有請他們吃一頓飯 沒有說因為地主啊 大家聚個餐啊 通通一頓都沒有 然後他們就因此就改變了 就變成支持共產黨了 就變成政治理想改變了 不可能嘛 所以為什麼你們可以 那基層里長去又不可以呢 這個不是 很 有太大的差別待遇 雙重標準嘛 31名的這個旅長 居然會來控這個 這個什麼時候 手機都被落 我覺得 旅長到大陸去 他們自己也有付錢啦 只是可能落地有一些招待啦 但是內容我不是那麼清楚啦 那我看他們是用違反反滲透法第四條 裡面說可能違反總統選舉辦理法第五十 第四十三條 或是公職人員選舉辦理法第四十五條 我昨天晚上把這個法律翻過來翻過去 我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地方違法 大家去看看 反滲透法第四條 以及這個 總統選罷法四十三條 或是公職立委選罷法四十五條 看不出他們哪有違法 那另外就是說 好吧就算當地 假設有官員想要接觸他們 接觸了 然後呢說你們回去支持誰吧 他們回來就支持誰嗎 那里長那麼聽話 對不對 我今天比如說我跟各位記者們講說 拜託 明年一月十三號 立委支持葉原資 總統支持何友宜 你們就都支持我 有這種可能 對不對 所以 我是覺得 怎麼可能說 他們這樣吃一頓飯回來 所以要支持誰就支持誰了 而且我們要相信我們的里長 我覺得里長是我們最基層的幹部 都一個個選出來的 我們要相信他 相信這個里長 支持我們的民主制度 堅信我們的民主制度 他們怎麼講 反正就是你講你的嘛 里長要怎麼決定 里長自然會有自己的決定啦 我不認為里長 去什麼 吃兩頓飯 什麼 落地招待一下 就會改變了 我不相信 不信任 不信任